15.纠缠的秘密 在了解了夜审之后 我开始有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期待 可能对于近乎于枯燥到了极点的监狱生活来讲 夜审也许是一个机会 不过期待是没有用的 谁也不知道夜审什么时候会降临到自己身上 511宿舍的对话也越来越少 可能是我已经融入了这个集体 大家对我也没有什么兴趣的原因 而且没有人知道应该谈论些什么 在平时枯燥的生活中 703监狱也有一些比较独特的地方 首先是对疾病的控制 孙强要对所有人的健康状况负责 有人生病的话是一定要治疗的 这可能也是为什么牢房中厕所是冲水的原因 每个人两天需要洗澡一次 洗澡更像是一种体罚 预警拿着大水管往我们身上冲水 冰冷的要命 我们还要用一种预警发的药水 当肥皂来擦洗全身 这种药水抹在身体伤口处 非常的疼痛 而且对其他肌肤也有刺痛感 其次是饮食尽管简陋 但是却很干净 这甚至比以前前进大队的食堂更加卫生 据说有一个监设的人 专门负责洗菜这些事 如果预警发现有不干净的东西 那么这个监设的一部分人 是要受惩罚的 再次是703监狱的人员 往来非常的复杂 经常会看到一些古怪的人 监视着我们的劳动 但是从来不会看到一张脸孔经常出现 至于703监狱的保卫工作 也是非常的严密的 除了高高的围墙上的一人多高的电网 各个港亭上也是 架着数部黑油油的机枪 不过很明显 很多枪口居然是对外的 外出劳作 回来要搜身 鞋子也必须脱掉检查 预警和各个监设的社长 带着一些人来负责 非常的仔细 黄毛这个王八蛋 就是负责搜查身体的 这让我倒发现了他的一个秘密 黄毛不知道为什么 似乎对我特别感兴趣 每次检查我的时候 总是一脸坏笑 手也很不规矩 总是在我的胸部 屁股 以及档部反复地摸索 甚至不像是检查 而是调戏一般 这让我非常的恶心 但是又敢怒而不敢言 更过分的是 有时候黄毛会把手伸进我的衣服里 直接和我的肌肤接触 脸上还带着吟笑 不过 黄毛也不是太明目张胆的 有预警过来的时候 基本上都能够收手 黄毛的秘密 就是在他直接触碰我的肌肤的时候 让我发现的 他的想法实在非常的恶心 他想象的事情 都是把男人当女人蹂躏 那个时代叫这种人是基奸犯 通常情况是被认为是精神病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个人问题 在我没有入狱前 听说过抓到两个男人通奸 结果好像是被枪毙了 没想到 黄毛居然是这种人 这让我恶心到了极点 但是却无法逃避黄毛的骚扰 我越显示出抗拒 黄毛似乎就越兴奋 他甚至越发猖狂到 用自己的下体 顶住我的屁股摩擦 灵虎也被黄毛骚扰过 我和他曾经交流私下聊过 但是可能是灵虎魁梧的身材的原因 黄毛骚扰他一段时间 以后就转移了目标 这种事情 我也只敢和灵虎说个皮毛 这么恶心的事情 我根本是难以启齿 我宁肯挨打 也不愿意黄毛骚扰我 我真的很担心 黄毛有一天 会带着人 真的如同他想法中那样 把我强奸了 我很想汇报给玉井 但是玉井首先 根本不会听我说话 我也没有机会向玉井汇报 其次 如果我大声嚷嚷 也没有任何证据 黄毛骚扰我 还可能让黄毛 变本加厉地刁难我 这都是有潜力的 这些监设的社长 都被授予了 管理犯人的莫大的权利 还真的如同黄毛所说 这里除了玉井外 就数他最大 我预感到 黄毛已经在找机会 向我下手了 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只好心中拿定了主意 如果黄毛要冒犯我 我就和他拼了 黄毛下手的机会 很快就让他找到了 一次监狱内的劳动中 黄毛又是用各种理由 来刁难我 让所有犯人都收工以后 我仍然没有完工 直到最后 厂房中不知道 怎么只有我一个人了 连站在门口警卫的 预警都消失了 我高度地警惕着 浑身的肌肉绷得很紧 黄毛带着几个人 从我身后围了上来 我一停下了手中的工作 黄毛将我一拍 赵亚军还没有完成 我肩膀一甩 将他手甩开 你要干什么 黄毛把脸凑过来 呲牙一乐 喷出满嘴的臭气 干什么 呵呵 你是想挨揍呢 还是轻松一点 一说完 他身后那几个犯人 就跟着黑黑的坏笑起来 我转过身 说 你什么意思 黄毛手就又搭了上来 迎笑着 你如果乖乖地听话 我保证你 以后不用这么辛苦 说着手 就重重地捏了起来 我伸出手一下 把黄毛的手拉开 你要干什么 黄毛看我似乎不识相 目光一下子凶狠起来 干什么 妈妈的 老子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 说完手一挥 他身后几个犯人 就如狼似虎地冲上来 把我拧住 连拖带拉的 把我往房间的角落 拖过去 一个人也不知 从哪里弄来一个布条 一下子把我嘴巴勒住 让我发不出声音 尽管我静也不晓 但是毕竟双拳 敌不过重手 就被拖到房间 角落的一张桌子上面 按住 然后 黄毛就来脱我的裤子 嘴里 还嚷嚷着 小乖乖 老实点 很舒服的 我脑袋里 嗡嗡乱响 羞耻感几乎让我发狂 拼命地挣扎着 但是这些人 扣着我的关节 三四个人一起 把我按着 丝毫动弹不得 就在黄毛 把我裤子解开要 往下拉的时候 我喉咙中 重重地嘶吼一声 突然感觉 从脑中 跳出一道电流 在我身体里 飞快地串来串去 肌肉一阵发麻 整个人的意识 一下子就蒙了过去 然后 我知道 一下子甩开了 按着我的人 随后好像发疯了一样 迅猛地攻击着 黄毛他们一起 在我眼中 他们的动作 好像一下子 变得缓慢了起来 而我的拳头 走舞动得快地 像滚动的车轮 他们惨耗着 一个个被我打得 鼻血横流 很快就一个一个地 被我击倒在地 我则又发狂一样 对着倒在地上的黄毛 脸打带踹 刚开始 黄毛还在抵挡 不过几下 再也不动了 一个人惨叫着 向厂方外面跑去 我也没有追赶 继续拼命地揍着黄毛 把他的脸 几乎打得稀烂 而耳边也响起来 预警的吼叫声和脚步声 我的身上 头上被警棍重重地击打着 我也丝毫不让 继续砸向黄毛 已经血肉模糊的脸 直到一股强烈的电流 涌进我的身体 我才被电倒在一边 跟着又是几次重重地电击 我才终于不再动它了 这一切 好像并不受我自己意识的控制 我好像变了一个人 这个人在操纵着我的身体 和黄毛他们搏斗着 而把他们全部击溃 被电击感消退以后 我才恢复了自己的意识 黄毛蹊跷流血 躺在我身边不远 一动不动 整个脸稀烂 已经看不到五官轮廓了 我这才觉得自己 似乎有些可怕 刚才自己好像根本不是一个人了 而是一只充满了野性的猛兽 黄毛死了 被我打死了 狱警跑进来的也越来越多 我则被捆得像一个粽子一样 被丢在地上 场面乱糟糟的 一个狱警摸了摸黄毛的脖子 对其他狱警摇了摇头 意思是 他死了 而被我揍倒的其他犯人 则满脸是血的 被狱警压到旁边蹲着 一样也被五花大绑起来 我心中生起一阵快意 黄毛这个王八蛋 终于死在我的泉下 没想到杀掉一个人 心情这么的好 尽管有些恐怖 但是我觉得很过瘾 很解恨 好像积聚多时的怒气 因为黄毛的死掉 一下子宣泄出来了 如果我现在能动 我还想杀了和黄毛一伙的几个人 甚至我想象着 我要把这里所有的人都干掉 这样我就自由了 我不是人 我是太岁人 他们都不是我的同类 他们都是肮脏的人类 我只是用太岁人的身份 杀掉了一个肮脏的人类 我这样想着 居然得意地笑了起来 这笑声就回荡在这个空旷的厂房中 和满地的鲜血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我被捆得像的粽子一样 被丢到了511房间 所有人都是大惊失色 但是我却一直没有停止过大笑 不知道为什么我杀了人 狱警还要把我丢到511来 并且没有审问我什么 也没有把我暴打一顿 只是把我捆着压了回来 我满身都是黄毛脸上 飞溅出来的血点 可能让我看起来很可怕 孙强他们一直不敢接近我 直到狱警吩咐了几声 把门关上以后 我渐渐停止住狂笑之后 他们才靠过来 把我放在床上 我逐渐平静了下来 环视了一下大家 竟让大家的眼神中 流露出畏惧的神色 我说 我杀了黄毛 孙强点点头 说 刚才狱警交代了 今天不能给你松绑 无胖子对这种事情 永远是最积极的 挤在我脸前说 你怎么可能杀了他 我说 用拳头 无胖子接着问 你一个人打黄毛一虎 还能打死他 我说 是的 老谢 把无胖子一巴了 无胖子 别问了 我哈哈笑了两声 他该死 这里的人都该死 灵虎把我服了服 白皮 你现在没有问题吧 我看着灵虎 说 我很好 我只是觉得很开心 我现在很好 孙强吼了一声 都他妈的闭嘴 白皮你他妈的 给我老实躺着 大家还算听话的 各自退开 坐到自己的床边 长腿一直没有动 却突然吼出一句 妈妈的 夜神 猴子吓得跳了起来 长腿你乱吼什么呢 蒜头也悠悠地说 该来的总会来 该不来的 永远也不会来 一片沉默 大家的目光 都落在了我身上 夜很深了 最后一遍 熄灯号响过后 房间就迅速地 暗了下来 窗外透进来 一丝丝的光亮 冰冷地 设在房间正中 没有人在说话 但是谁都没有睡着 在床上翻滚着 所有人都侧着脸 牢牢地盯着门 门黑漆漆地 透不进一丝光亮 我被绑着 靠在墙上 已经完全地 冷静了下来 我很疲劳 肌肉开始酸疼 好像用了 很大的劲造成的 我回忆着 打死黄毛的那一幕 那应该不是平时的我 如果是愤怒 冲昏了头脑 让我爆发了 但是我却觉得不是 那一幕是如此地清晰 每个细节 都是如此地清晰 我还记得 黄毛慢慢地挥拳 向我鼻子上打来 我甚至能够感觉到 拳头卷过来的疯压 在拳头马上 靠近我鼻子的时候 我非常容易地 偏了一下头就闪开了 因为黄毛挥拳的动作 是如此地慢 好像只有我以外 它们全部都是慢动作 甚至连它们吼叫的声音 都是慢慢的 我闪开后 一拳打在黄毛的鼻子上 黄毛慢慢地 脸歪斜起来 口水慢慢地从嘴中喷出 而我则连续地挥拳 打在黄毛的脸上 这一切是如此地轻易 就这样 我毫发无损地 将黄毛和周围的六个人 打倒在地 从未感觉这么好 当确定黄毛死的时候 我那种轻松愉快的感觉 也是如此地强烈 我的确在武斗中 开枪打死过人 但是还是心中难受 但是这次杀人 却如同吃了一块爽口的糕点一般 想着想着 却精神慢慢地模糊了起来 好像睡着了一般 眼前的一切 逐渐地一针一换起来 而这个时候 511的房门 轻轻地卡拉响了几下 慢慢地打开了 几个白色的鬼魅一样的身影 就闪了进来